我以為妳好像也有媳婦 對 我媳婦是德國媳婦 我媳婦她就是說有一些 就是觀念跟我很不一樣 譬如說 煮菜這方面好了 她就是 我就說 真的就很難吃 就是那種 生菜直接逼我吃說 這很好吃 或者煮一個什麼米布丁 那她煮那個米布丁跟我說 Paulina她也不叫我媽 我覺得無所謂 她們就說這米布丁很好吃 我吃起來就像我們那種 牛奶粥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難吃 她有時候甚至於就吃一個飯 上面加一團冰淇淋說 這好好吃 媽媽請你吃 她說真的多好吃多好吃 然後我就覺得傻眼 然後有時候我煮東西 我明明煮得很好吃 然後我就說 媳婦我來吃一下什麼時候 她就說這不好吃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有時候說 拜託吃一下這個很特別 講話超過兩遍 妳吃吧 妳吃吧 她就開始不高興不耐煩了 你看 她就說妳不尊重我 今天沒來是有道理 對 她也認重妳說 對 去爭執這件事情 好奇一起出現的這位 媳婦覺得自己在婆婆心目中 有幾分的分量 十分為滿分 怎麼低 要十分吧 十分是滿分的意思 對啊 高出十一文件 我覺得我婆婆最初對我抱的 期望值很低 而且我是超額完成了任務 對 所以我覺得我在我婆婆心目中 應該是還不錯 原本沒有期望能夠這麼好 我嫁給我老公的時候 年紀還比較小一點 我婆婆可能對我有各種 各樣的那種不放心吧 畢竟那時候還在 還是大學的時候還在上學 被這個沈志豐騙到手就對了 你說對 你在學生的時候 年少無知 然後我老公手段又不錯 平常看起來忠厚老實 她手段好到什麼成績 半斤是老虎 真的有十分嗎 妳覺得那個媳婦怎麼樣 不錯 真的不錯 怎麼說可以被實際的 告訴我們這 不錯在哪些部分 她懂事又孝順 我自己一個人居住 她會啊 魚一次買的好多 媽媽妳吃妳吃 我說妳不要買那麼多 我一個人吃沒有吃過 對 我拿去給人家分享 她說媽媽妳吃 妳要吃好身體 他們才放心 所以有些事情 我感覺真的 我四孔滿幸運的 貼心 很會送禮耶 去我家怎麼能空著手呢 是不是 妳第一次帶什麼東西 第一次 三東大饅頭 值得怎麼能行啊 三東大饅頭 她想挑貴一點的送 對 第一次像我們要隆重一點點 如果老公在的時候 她會喝酒 她就帶XO XO 帶很好的酒過來 對… 喜歡我們這集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的就是 按讚訂閱加上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ill Chill 快點快點快點 跟我們一起波著 兒子 Rad 都 الط 另icking